她来了她来了,她接到稿子就来了,大家好,我是翔子。 她接受她的婚姻,她接受她的婚姻。 她接受她的婚姻,她接受她的婚姻,她接受她的婚姻。 她接受她的婚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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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接受她的婚姻。 看匪的战子图也能刷屏 但张小斐的红河这群粉丝 有多大关系 众所周知 他是凭借一部 你好 李幻英大爆的 44亿票房大女主 观影人次敬意 靠水 靠张小斐动情的表演 白者群 麻花变 沐浴在阳光之下 他可能不是 特别标志的漂亮长相 但那种随时随地望向你 妈为食服的温柔目光 都在说那个年代 单纯坚韧质朴的女性形象 只需要一个 镜头一个眼神 含蓄内敛下的波涛汹涌 全都表达了出来 张小斐当然也提前 做了不少功课 找贾玲了解他的妈妈李阿姨 是怎样的性格 拍戏石滑拉出了一个大口子 也不埋怨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戳中了以贾玲为首的一批观众 张小斐一笑 贾玲就想哭 带入我妈了可能 靠贾玲给的机会 在遇到贾玲之前 张小斐只是一个 郁郁不得志的小演员 出道起点不高 好了好多部散发着 泥土芬芳的证据笼套 后续也没发力成功 比不上北电同宿舍的杨幂 和袁珊珊 原本在学校里怀揣着 电影演员的梦 后来变成了 我要活下去 他是圈内 随处可见的小演员 会在试镜时 被赤片人当着面说 长得不好看 所以他一直尝试着各种工作 努力考入中国广播艺术团 当主持人 这种另辟蹊径 不是什么大智慧 更多是出于生活的无奈 但他在剧团里 遇上了贾玲 这位人生贵人 没有表演的机会 12年 贾玲找他 当喜剧节目中的助演 顺势把张小斐 推荐给了师傅冯广 合作了男人的M四方 没有成名的机会 15年 冯广带着他 上了春晚 总算有了一点姓名 16年 贾玲成立公司 第一个签下的演员 就是张小斐 别看这个快红了 所以抢占先机的玩笑 两人的职业生涯 一直都是贾玲 Carrie全局 作为固定搭档 带着他连续四年 参加央视春晚 自己导的电影 没有丝毫犹豫 就让他挑大梁 就连电影 铺天盖地的营销 也都是张小斐 而不是自己 说一句 可能有点难听的话 没有贾玲 张小斐是谁 按照流量商业的逻辑 谁会给一个35岁 都没红的女演员机会 也只有 相识于威时的好姐们 才会有今天 你就是我的女明星的故事 现在的成绩 有张小斐和贾玲的一大份 当然也靠被他们的 真诚打动的路人观众 PUT 抱歉 就是不靠粉丝和数据 不红的时候 也就几个人的粉丝 姻缘群吧 张小斐被袁山山 几次吐槽打呼噜 没见TA们 张小斐在真人秀里 被对手演员弄到崩溃 没见TA们 经纪人为了处张小斐 生日快乐 手动留言 N条 没见TA们 现在引荐着人火了 突然就作为空降兵 来举手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by bwd6